OK,所以我們今天在第16個 大家好,歡迎收看WCS瓦人C-R Day1的賽事,我今天主不阿吉 我今天是賽秉輝 好,那今天是為期三天 我們這一次的時段除了第一天是屬於半夜走向了 後面兩天的時段會比較正常一點 就是分別是下午四點 對我們來說比較早一點 對,好一點 但他們那邊應該是中午吧 應該是,應該是 總而言之就是比上次,上次是我們播半夜的 那個誰受得了嗎 真的是受不了 那今天我們今天Day1主要是播完全部晉級16強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有可能會播到一組台灣選手的比賽 但是不是我們兩個播 可是在半夜的時候 對,半夜還有阿嬤跟這個 這個 TOP TOP來轉播 那我們剛剛看到今天第一場比賽呢 是這個UNIMO對上這個 LAMBO 第一場我覺得就挺好看的 他們當然是挑 搶的 早點 提早遇到的兩個搶的來播嘛 對,因為其實 這一次啊 像我們剛剛那個會有問我說 這次誰又可以威脅到Sero呢 其實 他近期的狀態真的是有點強 對,真的蠻強的 那這一場 等等下一場那個LAMBO 對 他也很強 他也很強嘛 他也是近期那個重組裡面算是很厲害 數一數二 對,數一數二 然後我剛剛會問你這句話是因為 有另外一個重組選手 叫做RENO RENO 對 雷諾 對 一個15歲的小孩子 從8歲開始打星海打到15歲 8歲開始打到15歲 差不多啊,星海剛出 星海2剛出的時候他8歲嘛 7年耶 然後他一路打 打到現在15歲出來了 對 目前GA手也近期到16強 沒錯 非常有實力 他打敗了這個經典神皇 對 這是他的隊友 以後現在是二打一嗎 對,二打一 沒有,也沒有二打一 他隊友會給他建議嘛 對 OK,我看他後面上看到這是LAMBO 他最好的成績是WCS4強 對,這個很強喔 這個近期實力也是非常厲害的 沒錯 那第一場就是目前的TVD 那在TVD近期來講的話 我們先不要說這個亞太區的這邊的戰績來講 亞太區其實人類一直都比蟲族強勢 可是在歐美那邊來講的話 他們的人類是有點算是視為的 應該說他們玩蟲族的也多啦 對 所以那個互相學習的對象 討論的對象也比較多 沒錯 好,那剛剛畫面上有看到這個 UNIMO還有這個LAMBO 那目前兩位選手其實兩位 UNIMO在去年的成績並不 今年成績並不理想 他最好的一年成績是在2016年的時候 也是他 串出頭的那一年 好久之前了 對 他之前 大家會對他那麼有印象 因為他是歐洲的 狗哥 人類的狗哥 很多大招對不對 很多大招喔 對,那就是 那個 對岸的那個主播三 就封他為這個常威嘛 有有有 他真的很厲害 就是那時候我在看他一些 思路跟想法的時候 其實他 算是有點跳脫一些人類 不能放大招的一些東西 對,原來常威的 由來是因為他放大招 就是他 他說他沒有武功啊 可是他其實還有很多料 你知道嗎 很多料 他裝我什麼都不會嘛 因為他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其實沒有人 知道是他 那他一開始最出名是用多死神 打 打蟲族 你說自由之一的時候嗎 不是不是不是 是在2016年的時候 噢16年 虛空之一的時候 他用那個一個多死神套路 這個ID其實 自由之一應該就有了 對 但是他真正出名的時候是2016年 嗯 他那時候其實算是讓蠻多選手經驗的 包含 像那時候鼻翰啊 還有一些 韓國的一些頂尖的人 那些都有去參考他 跟他有一個叫 BUTOK 你知道嗎 有一個 我知道 有一個人類 B開頭 OK結尾 對對對 就他們兩個都會去參考他們這兩個人的戰術 可見他們當時其實算是在戰術層面上 是人類的一個先驅 是是 呃 蠻有想法的選手 對 那其實我 因為現在我們WC也是有鎖區的嘛 對 比較可惜的地方 我們只能在最後的這個年中賽的時候 他有機會看到 其實這樣不可惜啊 真的 噢 這麼說也是啦 你如果不鎖區的話 你就會發現 你不管是看什麼比賽 都是韓國人 大部分的人都是韓國人 對的 好來看一下第一場比賽 第一張地圖是這個古墻王 在地圖左上方是藍色的選手 有UNIMO 常威啊 好來看一下在地圖的 你看地圖右下方呢 則是一個紅色的衝突RAMBO 其實以前我還蠻常看常威實況 但最近他 他比較少開了 比較少開了 對 應該也是因為要比賽吧 對 沒錯 隱藏一下自己的戰術 不然被看直播 還是對比賽有影響 是的 不過像今天馬路就有開 我就有朝聖一下 馬路嗎 他真的有點實力 對 真的蠻強的 他殺就地表最強 我今天看他打了大概四五盤神豬吧 他把神豬按在地上打 他真的是地表最強 有點猛 好 來看一下 喔 這邊NEMBO開場就來個 這是17滴速狗對不對 我剛剛沒有注意看他好的時間 應該是吧 剛剛我們在看他畫面轉來轉去的 這應該是吧 沒看錯的話 我覺得像是14 14喔 這我也不決定 因為我剛剛沒有注意到那個 對 好 一開始六條狗出去了 看一下 這個基本上 人類一定會出一隻死神 但是這隻死神 他工兵沒偵查嗎 我跟你講這張圖 開場出這個狗很強 因為這張圖有三條線路可以往人類家衝 對 欸 哇 你這工兵沒有這個他死神啊 走遠了 然後你看 你死神出來 王仲還看到你死神往哪裡跑 他再繞過去就好 所以基本上來這邊對不對 你一定可以咬到 惡礦工兵 對 而且你有機會把 反應爐咬爆 因為這張圖不管是在左上角還是右下角 你的反應爐都是 偏外 都是靠外側的 沒錯 好 這邊 控制一下喔 其實你這種 前期數有開局 你封掉人類的 惡礦是一定要賺 一定要做的事情 這沒辦法 這要咬掉 對 這應該可以咬掉 對嗎 喔 喔 差一點 差一點 兩條夠 三條夠 爆開 50器 不見了 取消吧 喔 沒有取消 我跟你講這就是不夠細膩 對 他如果取消還可以回收30器喔 差很多 其實他應該是要取消 然後再馬上蓋那個科技實驗室 對 這個是之前 之前那個什麼 Innovation被 被重組大招的時候 他用這種方式 一直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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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蓋那個科技實驗室取消 再蓋再再取消 然後等到確定守最後 他再把它變回那個反應爐 沒錯 這時候重組沒有要快攻他 所以說他也沒有去再做那個科技實驗室 後面直接蓋一個建築物把它堵起來 對 這邊NEMO以後 他是一個束狗以後 直接接羅3喔 就是直接開3個礦 那人類現在因為一開始 基地被破取消 現在是一個內置基地喔 那前面有小狗控制住 其實我覺得 以目前的走向來說 我覺得差不多啦 雙方差不多 可能充足在 地圖控制權上會更好一點 前面把人家的惡礦都逼退了 賺翻喔 來看一下這個 火車來了 火車來了 火車就出去 噢 死神沒事 哇這死神操作很細膩喔 他不就是往回家點一下嗎 總是要催一下嘛 對不對 我就沒看到他有什麼細膩的操作 他就點回家 然後人家殘血也是細膩的一種啊 對不對 有些人殘血是直接爆開 我懂我懂 殘血就是細膩 死了就是 就是被 就是落 就是落 好這一次死神 去看一下三礦有沒有開喔 這是人類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 要看一下 這時候過去看到沒三礦 哇 趕快二礦 要不然開下去了 沒錯 太危險了 兩三個先拍再說 對真的太危險了 好看到三礦了 再進去看一下對方的公兵術喔 欸狗有點多啊 這狗應該是 因為剛剛已經被殺了一些了 這後續又補了一些喔 因為他要防那個火車吧 對 好這邊剛才四台怪 好 想落進去嗎 這不太可能了吧 上面有狗 先出一顆 一隻肚鴨喔 然後他剛剛研發這個 引擎是給他看的 唉唷 連續兩隻 兩隻肚鴨 這想怎樣 他該不會是要用那個吧 哪個 自動砲台吧 可是 兩隻 這個套路其實之前 很久以前 應該大概已經有半年了 半年前 自動砲台啊 殺農民啊 那時候還蠻好用的 來看一下這邊 喔這火車有點多喔 他是想要從正面直接穿過去嗎 兩三隻媽媽 贏上贏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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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台 八台 這方 喔 這一個 我覺得後面狗其實 剛剛有點散 剛剛有點不敢進去喔 好丟了這個砲台 哇這個剛如果火車進去這個砲台 應該是有機會殺很多 對 不過其實我覺得賺了啦 丟五石魔幣對方拉農民那麼久 那挺賺的 他後面還有一台 兩台了 兩台兩台 哇這個其實老實說 如果衝出 他 他可能 沒有看小地圖或者是反應太慢 是會被殺五六農以上的 對 假設如果這邊有 他是有一個 深東吉西的多線 是可以賺到很多東西 三隻農 免費的 最短 再丟一個 再丟一個 欸欸欸欸 他怎麼不去丟三框 欸你的火車啊 你的火車 火車很硬 哇 哇 這個操作失誤了 全面爆開 這個操作 火車也爆開 哇 好 這個 這個 惡狼不知道死了幾隻啊 我覺得現在人類好虧喔 這個 第一波鴨子 他等於是送了一台渡鴨 又送了 呃 剛剛看好像四台火車 他一本最早不是有八台火車 八台火車嗎 八台惡狼 剩下三隻 啊 怎麼辦 我覺得現在人類 有點劣勢喔 有點難的啊 三框開 欸 這狗敢貼近在打 也是太忙了喔 這張圖其實 人打蟲 人類是有優勢的 對 只要他的不管是上面那個礦 還是下面那個礦 他旁邊都是很 相對窄的口 而且你進攻的時候 你還可以去架在 就是 這張圖因為那個三框 那後面的三框四框 他外面是有一個牆 對 他可以把坦克架在牆後面 然後開始也打 超兵器 其實說真的是還蠻智障的 真的真的 有一個天然的平淡幫你護著坦克 所以這張圖 重組打人類 應該是不太喜歡 對 這點人打人也是找不一樣的 就架在那個後面 因為這張圖的那種要地太多了 你被架的基本上 防守也好打嘛 進攻也好打 這邊 撤那兩台空投 這應該有發現 好像沒有 好打的聲 吹下去 好 我們看到了 殺兩隻黃鐘 感覺上 沒辦法做太多事情 其實燈口差不多 對 這毒爆 倒是他速度還沒好 也太慢 我覺得他 剛剛有一個地方蠻關鍵 就是 剛剛不是有看跨面 就是他狗太多那邊嗎 其實是覺得有點疑問 因為通常你一開始速度開局的話 你要追 追機器的話 應該會很努力的去壓農 你 狗還不會出到那麼多 但其實那些狗出了也沒什麼用 說真的 就仿蓋子那個 他怕被惡狼硬 繞 沒錯 好 這邊是用一個刺蛇狗毒爆的 一個組合喔 但這一波 重數很難守欸 這一波 這一波如果被架 你看就這邊這樣了 他架在那個 L型的那個 內奧洞裡面 你知道嗎 很白癡 那個真的很強 我身為人類都看不下去了 你知道嗎 他等一下再一台坦克到 前面那邊丟著 對 這一個完美的天然群帳 等等 你後面也要放槍兵阿 後面被截了 你後面也要放槍兵阿兄弟 再走了 他沒有放槍兵 他剛剛放槍兵 其實他坦克不會那麼快就被換掉 他剛剛後面如果有耸那些坦克 那坦克應該是可以全身而退 對 其實他只要放四到五隻槍兵 那些狗要進來就被吃到半殘 嘖 Level是有點太偷了 剛剛那一波打過來八十 太囂張了你知道嗎 太囂張就是要接受一些懲罰 我覺得他現在很抖喔 因為他現在攻防算是落後 因為我們現在二攻二防要好 下一波應該是最強的態度 那一波你從水攻防沒有追到的內 本口又沒有贏 一般我們暗藏你說是要輸的 暗藏你說 但總是會有意外嘛 這就是比賽好看 來來來來 再架一下 測定這張空間被接了 可是我覺得因為他打得有一點太畏縮了 你有沒有感覺 就是他壓的點都很 算是還蠻前面容易被夾的地方 還有重胎嘛 也是 阿阿先把重胎清了再上去 不然 重胎有視野 這邊持續的用掃描 確定對方的步驟位置 那這邊這一波其實也蠻聰明的 因為其實人類打重胎 所以好像就是在優勢的時候 後面有一隻狗不停來做棋棋 你一個不小心 你會換到一些 不止一些 會換到蠻多農民的 現在幾乎都是 穿過來穿過去了 對 不管是從族生族 人類也是阿 這個意思就有點像是 那個 你出門人類就頭 頭兩船到人家 概念是一樣 沒錯喔 我覺得這真的是可以在壓前面一點 那坦克的位置太保守了 你知道為什麼他不能在前面嗎 為什麼 好像刺蛇可以打到他 刺蛇可以打到他 刺蛇可以打到他 還是他往前拉了 舒服 真的是討厭的地形 後面山 哇 這山大坦克 要人命啦 這瘦了 我看這張圖下一季就不見了 應該會被很多從族投訴 不會啦 有更差了 所以這應該還會在 更差是哪一張 像什麼 黑暗聖所 有人在打吧 不管是人類從族還是神族 全部都把它變掉了 也是也是 不對啦 那張真的太吃運氣了 試了點位 你一開始點位就幾乎是 其實 現在的 等一下先看這一波 好 我覺得人類贏 我覺得人類贏 好 我一看個陣型 我就知道人類屌次 我跟你講現在的戰術就是 不是的 Autor 思念圖運氣 身分太大了 你看打同族他如果12低 好死不死第四點贈到 怎麼辦 這就爆開 不合理啊 不合理的 第一場因為我1-0 擊敗了Rambo 其實我覺得一開始他那個三線真的 正常來講真的好虧啦 因為你基本上沒有到任何東西的 又送了火車又送了塑牙 但是就像我剛剛講 那一波其實Rambo好像真的太偷了 他刷到了80 我覺得敗比就是他那個80龍 然後人家來的時候他啥都沒有 真的是拚太少了 對 不然的話你看他80龍 他少刷一輪龍的話 他多那些兵就變成是 人家剛剛在打他的基地的時候 他早就可以去把 他早就可以上去去圍他那個 那個那些機槍兵了 沒錯 好 那這邊 因為我們先拿下一分喔 那剛剛其實後續 後續那個壓制其實 我覺得啦 因為他已經都把陣型架好了 解放架好了 你要直接去衝人面的正面 真的是有點難 好剛剛那個掉三礦的那一 算是三礦還是四礦 就掉礦的那一波其實 他的偵察也沒有做好 他不知道人家已經到哪裡了 對 因為一來是因為重胎還沒有鋪到 那個位置 再來就是他沒有 拉小狗去當眼鏡什麼的 所以說他打過來說他也 他才會補到80龍嘛 沒錯 不然正常來講 你打人類這張圖一補到80龍 是怎樣 自我毀滅是不是 他可能覺得前面優勢很大 因為各個騷擾都被他守住了 沒錯 然後包含又 那時候他在被打三礦的時候 他右上角也截到一串 對 不過其實運輸兩次的壓制時間點都還蠻 選的蠻好的 說真的就是剛好是在 運輸第一次是80龍的攻霜 對然後壓到一點東西 然後第二次算是無損的 進到中場又加在那個地方 被迫對方衝陣 因為這我記得這是小組賽喔 對 第一A組的小組賽 我剛好看到有幾個死亡之組 有點恐怖的 所以他們這輸了也有敗部吧 應該有吧 對阿 因為這邊是32 我們今天前面三場都是播32強的賽事啦 就是有海選到32強 然後明天是16強的BO5 總共8個BALL 然後最後一天呢 則是4強跟最後的冠軍賽喔 那我這次有看到的韓國選手就是那個 猛大 那個柱 柱 柱有出現喔 我有看到他在選手名單裡面 可是他柱在歐美賽區也沒有說真的那麼吃香 這表示整個歐美賽區的實力是提升的 因為其實柱他一直都有在練習 對的 好 來 大家看到第二場喔 比賽地圖是這個16位元喔 好 在地圖右上方是藍色的人內選手 Yuma 好 在地圖左下方是紅色的蟲竹Lambo 目前0比1落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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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場Lambo就是一個很正常的裸霜喔 那人類一樣是一個死神開放 對 Lambo這邊是把惡技力放在外面喔 對 可能會有人問說為什麼不放裡面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重胎可以鋪比較快 沒錯 你放裡面的話 你的重胎要鋪外面太久 對 而且你放外面 第二來你的三礦也是幾乎可以不用放送 因為你一開始就在二礦可能有做一些防御公司 對 好 看一下先出一隻死神 跟上場不一樣 對 上場Lambo是 一束狗 對 打一個七席戰術 而且效果顯著 在前期占盡優勢的情況下輸了 這讓我想到 上次想到那個Last打那個什麼 打那個馬路有一局 PPT嗎 也是占盡優勢 占盡優勢 最後一局嗎 對 對 占盡優勢就 馬路把他全家老小拉出來 就把他 把他 按在地上打 真的是 這是無言 那樣大家都覺得應該要拿一分 沒錯 好 那這邊果然是一個死神力後 直接掛反應爐 然後VF放下去 喔 那同一間二礦已經開啟了 武器礦 吹科技 那這邊 重組則是 裸霜以後 好 小狗正在按 好 甩一下 好 繞一圈 這一張的地形來說 前面死神有兩個點可以跳 所以還好 還是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喔 也沒看到山礦 安心了一下 進來再看一下 看光光 看光光 天氣也知道 對 這其實是一個很 很重要的訊息 天氣代表你不會打招我 對 直升真是舒服 沒有人可以弄到他 這邊兩台火都出來喔 接續直接壓中台喔 喔 手動取消 欸 欸 這又取消 喔 好險 反應夠快 取消仔 那這一次呢 我們台灣代表也有Hass跟Rest喔 那也是希望他們可以發揮的 比較好 我真的覺得這一次 Hass很有機會 真的假的 只要讓他一直 遇到重組的話 很有機會 對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總有一個感應 就是他好像遇到人類 人類已經夠少 但他總是可以遇到那幾個 那幾個人類 其實我 我記得我們上次有問過他們嗎 他們每次說 他們每次搭那個種族 有信心的時候 他們比賽就不會遇到那個種族 對 真的 好這火都繞進去 燒的不夠多喔 三隻還太少了喔 好 四隻 不夠多不夠多 戰損比來講 絕對是虧的啦 但剛剛有拉的那種名 感覺上是可以接受的 好 一樣的戰術喔 跟第一盤一樣的戰術 不過他這一次火車已經先送了 上一場是遇到八隻 沒錯 這打法其實在韓服比較少見 韓服山 他 神人 人打蟲比較少那種 用杜鴉去 去弄你 比較少啦 基本上 就兩種型態嘛 雲妖還是火車 對 火車出那麼多也比較少 對 甚至 就算火車出那麼多 他可能就是為了火車人這種東西 對 就可能下一波來是火車人 然後配什麼其他東西 對 對 這種硬衝的比較少一點 其實我還蠻想看一下歐美這邊人類的一些 打法啦 因為 像他們其實 從 應該說這樣講 歐美的重組 他們的 戰術通常是領先韓國的 因為他們的可能 是他們本來的重組就不能開來思想 那種感覺 他可能圍超沒有像 韓國那麼強 但是他們 歐美的重組他們是很有想法的 那 人類來講的話 基本上就是韓國的大眾 像剛好提到馬倫這一位選手 他在打神族的時候 他最難 我記得他這次打出成名的戰術 就是他無限的空投那個鬼雷 一直多線空投鬼雷 打神族 打神族阿 超白癡 你幹嘛 你為什麼要罵這一句話 你知道那一次GSO打完 你打天梯動不動 就一堆人類都只做鬼雷在那邊丟 他今天 馬倫今天打天梯 我看他打每一盤都在無限空投鬼雷 他頭好爽 我真的有一盤看到對方 用鳳凰來克制 但是他還是 沒什麼感覺 你知道嗎 而且他們已經打到那種就是 他知道這時間你鳳凰會出現 他已經在那邊預先買雷 然後你鳳凰剛好經過就被炸掉了 很有經驗 對啊 哇兩隻 兩台 不要小看這兩台砲台阿 你看 這兩台砲台硬幫幫的 另一台沒有死 繞著繞著好像又霧波 看 弓兵來講的話 弓兵是領先蠻多的 而且 呃 現在4GD開起來了 然後 七十龍 呃 你大概4GD大概七十幾龍 七十五龍差不多 就可以開始 包兵了 好 那這邊 兩船喔 囤兩台火車 打針針在一體 盾牌針在一體喔 一攻一防完成 這場是走飛躺 對 飛躺狗毒爆 其實我還蠻推薦的就是前面 因為現在其實 蟲族的蟲牌阿 如果真的很強 我們記得讓他 哇好多喔 四顆王蟲 哇好吃 卡歪了你知道嗎 超卡耶 可以看到他下人口處從 那是88對不對 哇這場的那個 毒爆滾輸更晚 更晚生 哇他是不是 我覺得他失誤了耶 沒有他絕對是忘記生的 對他一定是忘記生的 對他一定是忘記生的 太晚了啦 被鬧爆了 被鬧爆了 然後接下來這兩船出來 先把這個充台往內壓縮 等一下為了下一波的壓 下一波的壓制 下一波來了 兩台坦克加四隻火車人 正面牆兵攻一防 還有毒壓 這一波很強喔 不要小看喔 然後側面兩台毒壓 不知道還活不活著 還活著嗎 側面一台活著 喔他要打一個三線喔 側面直接投了兩船 但是這邊有個防空砲塔 大概不是這樣 可以拉挺多 剩一點點血量 Ulan我感覺是正面比較強 多線 多線反而是Lambo打得比較好 對 哇這個 完全不知道啊 完全不知道這波飛躺啊 哇 通常這拉雷斯龍 就是無止境的 你知道嗎 會死 欸這飛躺量有點多喔 七農 八農 哇賺 真是賺 十農 十農十兩 十飛躺 欸欸欸欸 快死光了 這死那麼多 欸哇這 八面埋伏你知道嗎 都是槍兵 還是跑走 我覺得有點虧啊 這蟲竹嗎 他飛躺死太多了好嗎 他死太多了吧 這 他死那麼多飛躺只換十字龍 非常貴欸 好吧 就反而偏要什麼東西 喔 這飛躺想說奇怪 誰攻擊我 對誰攻擊我 一點感覺都沒有 這邊大量小狗 想要來 繞一下 但正面主力 在側面 喔 欸這個狗 不要想不開喔 我總覺得 這連播又要放開啦 什麼事了 還不好說 人類三公三保 在提嗎 我現在沒有看到 有沒有在提三公三保 欸沒提欸 哇他沒提 這個 蠻大關鍵的喔 因為人類三公三保 是不能提的 欸這人類的建築學 是怪怪的 怎麼有個大洞啊 還把他堵起來吧 不然等一下狗 一直繞進來 你知道他 他剛剛原本有放一隻攻擊 在那邊 隨時要放一個定義攻擊所 有點學那種 學那種神助的感覺 你知道嗎 可是 補給再命就可以上上下下 他幹嘛那麼麻煩 要不是水晶塔 不能上上下下 我們還需要這樣子嗎 也是啦 說真的如果純粹他可以上上下 那還得了 你就蓋好以後 下去他就不會被打 對不對 多舒服啊 欸 這個位置 等一下 欸 哇這怎樣 等一下這 這鍍鴉是那一間是不是 哇這鍍鴉蠻會的 哇這鍍鴉 嗨了自己啊 我剛剛 大家看到一半的狗 跟一半的人類 你知道嗎 全部中這個鍍鴉的 扣防炸彈 狗有中嗎 有吧 有中一點吧 不然怎麼會黏到自己身上 肯定是人類中比較多的吧 太狂了 好那這邊第一波算是被 對這鍍鴉 我覺得是首序 但是其實損傷 還可以接手 反正人類剛剛那個被自己 碰到自己扣防 有點尷尬喔 那 我覺得現在隨著時間點來講 人類會越來越大喔 因為 雷波的屍管開起來 在運營正直 那人類目前還沒有屍管 屍管他沒有堵起來 代表他這一波 如果沒有辦法壓制到什麼東西的話 哇 非常超多 好多喔 這一波壓制 往前進攻 來壓到要 愛 尷尬 往上來可以 對 這邊是有點太深了 是有點太深了 要被包 要被包 喔 還行還行 不行了不行了 沒有 沒有槍兵了 其實被炸 其實被炸蠻多的 還有第二波 這就是打個車輪戰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笑 他繞了一匹狗 想要去用人家三礦 欸 用人家四礦 結果發現後面怎麼都沒有東西啊 這人類是空不來啊 完全沒有空 太忙了 對 這爆開了 這會被吃掉 沒有四礦 你要怎麼打 這要全爆了 哇 雷神 雷神一觸晴天 哇 等一下雷神 要把被盪都換光了嗎 雷神打出了 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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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那一波真的是壓太深了 對 很明顯他剛剛在 被包牆的那一個時間 他是忙不過來的 對 他又想架解放 又想要散兵 還要控雷神去打那個 對 整個是控不來的 沒錯 他剛剛其實很明顯就是 專注一兩個在控啊 剛剛昌明其實也沒什麼三位攻擊 他那時候第一時間是在控那個 解放者 對 對 我覺得剛剛這打太深了啦 你在重台上跟 重組打本來就是 很難做任何事情 我跟你講 在歷屆比賽上 我只有看過一個人在重台上逆天 就是NKP 他算是一個例外你知道嗎 有啦很多啦 台甲吧 講那些人都已經手傷都不見了啊 NKP敢講的好像他還在就對了 他也不在啦 對嗎 台甲不是這次GS有回來打曼可 可是他已經被淘汰了 很可惜 你說馬力圈喔 不是啦 台甲啊 台甲這一屆有打海選啊 我不知道 對阿 我記得誰有遇到他 火放就對了 對 台甲最好好像輸給誰啊 我想一下 好像輸給那個勇喔 這一季的GV手是幾乎是沒有軟的 都很強 MA也有打進來不是嗎 這一季的GV手每一個都很強 沒有那種 為什麼他可以進我不能進的那種對手 就是我說以台灣選手來說啦 是 對啊 都是強 都是強的 對 好 那現在關鍵的一場喔 誰贏就是勝責組喔 因為在 通常效果賽都是一個雙敗B或是在淘汰賽啦 這兩個真的是勢均立體 但Rambo最強好像不打人類 他們比較打神族的樣子 我覺得下一場Rambo會贏 我看這YUNO的狀態 他剛剛 怎麼用臉來判斷一個人 不是 你看他練到都變成這樣子 而且他前陣子有叛逃 你知道嗎 神族啊 他去玩神族啊 他有去嘗試過神族啊 去嘗試神族不會怎樣吧 也是啊 我們要說到一個人了 我們 打 韓國打人類的第一把交椅 經典神族 他曾經就是 人類玩家喔 也是也是啊 他有用衝突打舞比賽啊 雖然說最後被淘汰了 對 送了那個誰 送了三個冠軍是不是 對 他就是打Winter啊 他2比0領先被讓2追3嘛 對不對 現出原型 對啊 好 來關鍵的地上比賽 地圖是戰役高雄之進 在地圖右下方是紅 是藍色的人類UNIMO 在地圖左上方指的是紅色的衝突選手 然後LAMBO目前1比1平手 來看一下喔 這邊 這一場 LAMBO一樣是選擇一個裸霜喔 那 UNIMO一樣是一個 神孩兒廣 那這次的台灣選手是HES跟REX 那REX也是 這次有自飛去的嗎 沒有 這次沒有自飛去的 太遠了 對太遠了 西班牙對不對 那太遠了 我其實這次還蠻希望HES跟REX可以打出夾擊 我覺得HES最好的成績好像是八強 對 八強 八強都遇到那一屆冠軍 Elazer嗎 對 但Elazer最近也不太行 他最近有點 倒的感覺 我記得他今年祭出的時候還蠻強的 但是他 前次跟上次他的成績都並不是那麼理想 他已經不是焦點了 對 這次的焦點可能是 雷諾 對 雷諾 真的厲害 我覺得你能打贏克勒斯克已經很厲害 因為克勒斯克其實在韓國的神助來講是很頂尖的 他 那台面上 他自己在練習 其實韓國的神助有很多人都打不贏他 哦 很猛 興盛奈的小將 很猛 對 那剛剛有人提到NICE NICE這次沒有打 所以他在明後天會來傳播這個比賽 NICE在八強之後輸給Winter 對 他已經說 我最近看了他一直的報道 他說他為了打比賽只睡4小時 我心中想說是真的假的 真的還假的 為了打比賽只睡4小時什麼意思 你說比賽前練到4小時 對他為了準備比賽然後他每天只睡4小時 真的假的 你看你聽到你也是這麼想嗎對不對 真的假的 他是 就是 是唬爛對不對 就是 是哪裡在報道 那這次他會 會以 就是 這次他會來轉播我們這次玩西亞的第二天第三次 就是 希望 他可以在台上分享一些他 當選手看到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什麼東西 不要想法 不過這次他 來播報對不對 他其實人 他人其實在韓國 對 然後 他 特地從韓國 飛回來台灣講解 WCS一賽 沒錯 然後播完以後 他再回韓國 對 好 這個 很少繞一下 也看到三況了 好 我在想 有沒有三盤都用一樣的戰術 應該是 看起來一模一樣 看起來幾乎都是準備一樣的打法 火車在接 兩台 兩台那個 度壓 然後雙線空投 炮台 其實這種 三場都用同樣打法的 就很適合大家學習 對 就你可以 你可以照操他的流程 因為他會 能夠 他能夠在比賽 每一場都這樣打 表示他對這一招 是非常的有知識 對 平常練習是這樣練的 對 所以你可以直接 學他這一套 對 看他這三場怎麼打 進步就覺得快 沒錯 好 這邊有看到對方這樣從頭 他直接 開進來了 這有機會殺一點東西 喔 喔 欸 被完美的包夾 呃 六農 但他殺的比上一場多 對 上一場十農而已 好 六農 算是 我覺得還是虧啦 我覺得還是虧啦 但是 至少比上一場多 這肯定虧的吧 這肯定虧了吧 少那些沒辦法限制重胎 沒錯 今天如果是 然後我就進去 你要全送的話 起碼要殺到十隻喔 我才會覺得這一次 一個合體的交易 他這場換招 對 一級女優 前面長得一樣 但是後面是出一級女優 那如果說今天對方又看到那個度壓來了 對 搞不好就想說 又是度壓 反攻塔蓋都不蓋 對 哇你這樣燒又被包 總計八台火車 殺了大概十一龍 我看那個隱形女優可以打到東西喔 有可能有可能 我覺得因為他前面兩盤都演這種度壓嘛 這邊有可能 這度壓好尷尬 奇怪這度壓是第一次飛到這邊嗎 不太可能吧 這很尷尬欸 左右來回 結果這隻度壓也沒做到事情 就只有 後重打得到你知道嗎 對啊 其他種族都打不到那一隻度壓 可是我在想 他應該有在這場打過戰術啊 這戰術你 你打重組你的度壓不能飛到那邊 因為一定會被頂到 你應該是要在三礦的那個 右上角那邊徘徊才對 不好意思派兩隻女優去 這算是一個變招的氣息啦 看這隻隱形 這兩隻隱形女優可以撞到東西喔 因為 目前RAMBO前兩場發現對方都不是只有隱形女優 這場都偷了 偷擊了 連防攻炮打都沒有蓋 但是因為他ERB很快 所以 呃 就看在監察王蟲出來之前 這兩台女優可以做到一些東西 哇 這運氣也不錯 一路上沒有 沒有王蟲 隱形 其實我覺得都開早了 你知道嗎 他開隱形的話 對方自然不會看到啊 也是啦 我是覺得他開隱形開得好 他如果不開的話 會被發現 對從他就看到 對方就會提早反應 他不開的話 他如果開的話對方有機會 沒有看到 對對對你要 哇好賺喔 這個農民大千禧 你知道嗎 還殺了十四農 十六農 哇 這個 會笨了會笨 賺翻了賺翻了 十七農 超賺 哇 前面的虧 這兩台女優全部賺回來了 而且還有可能再賺更多東西喔 兩台女優可以做很多事情喔 再殺一隻媽媽 舒服 再加三 哇 又爆了 爆一台 好 從這角色可以跟大家講 現在人類是一個非常的優勢 有到非常優勢嗎 小優 好不好 小優 林柏這邊 剛農民被塗了二十幾隻 現在又補了七十五隻 不要跟我開玩笑 七十六 他塗爆是不是又沒升速度了 他還沒升 他還沒升 零打對了 他還沒升 現在攻防 人類一攻一防 同毒也是地面一攻一防 正在要好 這場是他三場裡面 毒爆最完生的一場 他三場七分半就升了 至少還有七分半升 我現在還沒有升毒爆 有了啊 有了啊 正常時間了 剛 你知道嗎 剛沒有看到那個圖示 以為他還沒升 沒有 正常來說應該是剛剛 那個時間點已經要好 因為他前兩 前兩場都沒有升 對 所以想說他這場是 這個在同台上 啊 這槍兵 這槍兵 都沒了 後續再爆出一條 一波狗 我是覺得 這幾槍兵要成神仙了嗎 摔起來 被點了 後續接上 後續接上 哇 有一個破口了吧 這邊妹子很多 這邊那個 那波有在用他的 後蟲在點腰圖 對 哇糟糕了 這邊 這個是引擎女妖 又要開始噁心你了 不要點基地啊 點兵啊 點毒爆 毒爆 這麼高CP值的東西 對不對 這時候把坦克 丟上來 在那個高地 右邊那個高地 所以很噁心 這三邊還是蠻有隨便 哇 哇 打死了 這要打死了 沒辦法 後續那個刺蛇 哇 這一波操作 這波操作真的蠻有水準 你看對不對 散得蠻好的 打掉事況 人類自己有事況 沒辦法 這沒毒爆啊 這刺蛇 好 GG 打算拒絕 我們第一張比賽有一個 率先拿下喔 2比1戰勝了 MEMBO 他的 打法確實是蠻有那個 那個 戰術思路的 對 只是 控的可以 可以更好一點 看得出來他的多線 有點綁不過來 對 對 他如果說那些多線都綁過來的話 那真的是 頂尖人類啊 對 其實他真的是 我覺得他三場一樣的開局吧 前面打兩場一樣的打法 最後一場變一個女妖 確實有騙到MEMBO 我覺得很明顯 因為MEMBO前兩場看你都是 毒壓 他都有蓋防空塔 這場看你又毒壓 想說 就毒壓而已吧 對 他防空塔就不蓋了 不然他如果有蓋防空塔的話 剛剛根本就不會被女妖殺那麼多 沒錯 不過其實這場 MEMBO他有跟上一場不太一樣的細節 上一場MEMBO為了防這種毒壓 他就選擇出這個 出這個 這個飛躺嘛對不對 他這場可能是有看到對方有張草 沒有沒有 是因為上張圖的關係 上張圖的關係 出飛躺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的話 你看你那個內框一直被搞 對 所以他才選擇出飛躺 像這張圖外 你不需要用到飛躺 你就可以去打掉他 這一次就好不錯 這場這個前面比較怪 也被女妖殺太多 他會被打掉 他會被打破他 他會被打破他 我剛才會被打破他 我會被打破他 I thought it was going to go pretty well for me Well if I have to talk about any of the maps I want to ask you about Dreamcatcher Because in the beginning When his links ended up canceling your natural And he was breaking down your reactor How hard is it for you as a player to keep your cool in that situation? Well it's just about the start right So I needed to get the wall up And it was really close It was like a matter of like five minerals But once I did get the wall up It's just it's a standard situation Like people do that build often I thought I was in a good spot myself I don't know if I was But I felt pretty good Well now you're advancing to that winners match of this group The casters were calling this group the streamer group It's going to be either TLO or Demuslim next So out of those two streamers I mean who do you think that you'll be facing? Well I can see TLO standing there So I guess he's finished But uh I'm not sure Oh he won Oh he owned Demuslim it seems like So I guess I'll be playing TLO which is great Another liquid match coming up Well congratulations We'll see how that match goes out Let's head back to Nathanius and the boys i'll see you guys I'm glad you got there You can see the game And then we'll get the match The game is good And then I'll be impressed And then I'll be happy to see you guys I'd like to see you guys And then I'll be happy to watch you guys And then I'll be happy to see you guys 盛哲主啦 對 那 剛剛那一場其實有 我們 大部分剛剛已經有把所有的開局都講光了 因為 因為我們一開始用一些比較特別 應該說他三場一樣的開局 但是他中間有做一些轉換 有讓這個Lambo 算是被他打得出了不及 我覺得最關鍵那兩台女妖 可以殺到20農的加一些媽媽 真的是賺翻 真的是賺翻了 基本上那個局面 蟲族又翻 只能等在人類 自己的送兵死 當下那個蟲族又 覺得被殺到莫多農 對 補到76 這種感覺就是沒辦法 因為我們已經被殺那麼多了 我只能 盡可能 趕快讓自己的經濟不要那麼糟糕 就那個Yudemo也沒有給你機會 他就直接推過去 就剛好是你工兵補完 以後 補一輪兵的時間他就來了 對 而且 Yudemo在最後的那一波會戰來講話 其實三兵算蠻好的 他真的算蠻好的 有一波 已經在從來上 他已經算是一個 散成一個四面八方 沒有被任何炸到 最後又直接把 對方的事況踹掉 那 他上了自己的經濟優勢 基本上拿著兩比賽 勝利也算是可以預期的 對 那剛剛其實我們還有講到 這一次的選手 像剛剛會有提到一個 像Reyno這位選手 其實我也蠻期待 他這一次在玩遊戲機場上發揮 因為他還剛晉級這個GSL 對 他的上限其實大家還沒有看到 你知道他在那裡面 算是一個 很棘手的存在 因為他的WCS積分很低 對 所以如果說他晉級的話 他會跟WCS積分很高的 很高的分在一起 對 但他不是弱 但他不是弱 但他不是弱的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 就很不想遇到他 但是自己因為分數高 就很容易很早就會強碰到他 沒錯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這個分組 幾乎都是WCS邊對上 WCS邊高的 對他會把他分成高打低的 對 基本他就是有一種 是那種 大家都知道他是很強的一隻黑馬 就不想遇到他 所以這次我也蠻希望 所以這次我也蠻希望 說不定他真的打得好 他有機會在冠軍的舞台上 也不一定 你說雷諾 有可能 搞不好他就直接 排在跟Sero也不一定 會這麼衰嗎 我不知道啦 就是他會有一個大概 就是牆的會先碰到弱的 牆的 他會把牆的幾個先分開 對 然後之後那個第一分的再塞進去 對 所以是有可能 很早就碰到 對 那你覺得 你覺得Race這次可以走到幾強 你覺得 認真覺得 Race是不太行 我看他 足球也是看了幾場 真的假的 Race喔 最好 16吧 最好 最好16 有時候他只要 但我覺得他要進16都有點難 他只要出32就可以進16 有點難 就是 我們可以期待一下他的表現 但我是覺得 現在歐美蠻強的 確實 然後Race是有進步 沒錯 但是他沒有那種爆發性的成長 對 可是他這一次 在韓國又住了一個月 對 或許他又成長了很多 尤其 他這次去 有一個新的人可以看 誰 就雷諾 喔雷諾 他上次去的時候學的是 他看的是 no rigue啊 對 那個 嘎姐 但他這次去的時候有雷諾可以看 沒錯 而且雷諾又是那種 你韓國選手想找到練習他都OK的 所以說他可以看到他各種跟各個不同的選手打的比賽 對 而且我剛剛不是有講嗎 他跟韓國選手那些試一下練習其實不太熟了 是的 他其實是很強的 是不是就有一個很好的學習對象 沒錯 但是看歸看 你要把它變成自己的東西 那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要下苦心的 對真的是 那Hace呢 Hace你覺得 只要遇到重組我覺得他就會晉級 唉唷 除了Sero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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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遇到重組的時候很記憶 對 他有沒有遇到雷諾呢 我覺得雷諾不一定打得贏他 唉唷 哇 雷諾殺的韓服分數大概是6600 很高啊 就前十啊 終於前十啊 但是Hace 如果今天是打重組的話 也是那個水準 真的假的 對 如果是重組 打內的話 打內的話 突然陷入一個參考 打內 剛剛那個UNIMO 都不一定打得贏 你知道嗎 我覺得他進到UNIMO 打不贏 怎麼辦 這要有點鬆 因為我這次看了一下選手名單 當然這次的重組還是大中啦 可是這次人族跟神族是一樣的人數 人類有變多是不是 我這次看是 上次的代表神族很少 好像才3到4名 但是海選就加一加嘛 人類是這次比較多 就是確保名人比較多 但是海選比較少 所以加一加是一樣的 跟上一階差不多 對 然後重組是比較大中 就是重組還是一樣很多 其實打重組 我對SX打重組實體 真的是蠻有信心的 你是有看到什麼 什麼東西嗎 沒看到他上次打 我現在是打的嗎 他打那個東西完全沒有 靠賽成分 是沒錯 就是打實力的 可是我們要想 就是把他拉在更高級別上 可以 可以 他打天梯 對手也是那些等級的 不要太有自信 你想想看 我們世界被預測 他只要不要遇到 我跟你講 我最近才被干爹赤虹 他 他前天 反著壓是不是 他前天抖內我 三千塊 他跟我說 謝謝我 跟他說比意識跟法國神贏 對 然後他還沒有赤虹 對 所以你要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我對S有信心 好 我對Race 我對Race有信心 大家都知道我打重新支持他 我也希望他能打出他最好的成績 好 那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精采比賽的底下再回來 精采比賽的底下再回來